吃了几天浓厚的 今天来点清淡的 百家拉面计划的第39篇 今天吃蓝州牛肉面 地址在京都比较繁华的三条通商店街 店名叫百岁 上次去万圣我说过 同胞的店咱们应该尽量给好评 事后想想还真不太对 能从食客角度给出建设性意见 才是真正去帮他们 所以来之前就想好了 要从一个比较苛刻的食客角度去考量 摆盘很整齐 第一印象很好 蓝州牛肉面 讲究的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大家可以看看 卖相上能拿多少份 先喝汤第一口下去 比想象中更有滋味一些 但第二口感觉有一丢丢单薄 可能吃坏了日式拉面的日本人 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当然清汤是它的特点 我只是说一下我的主观感受 面有宽和细两种选择 我选择宽面 感觉有点软趴趴的 不够劲道 这可能跟我花了一分钟时间 拍素材有些关系 但是我拍别的拉面店也是一样的流程 按理说咱们手工拉出来的面 口感上应该更有优势才对 如果只是受煮面时间的影响 我会建议点餐的时候多问一句 让客人选择面的软硬程度 到目前为止 我都觉得它是好吃的 但还有进步的空间 直到加了两勺辣椒油 这面瞬间就不一样了 没感觉辣很多 但是香度上提升不少 面汤的单薄感一扫而光 越吃越香 我强烈建议 在桌子前夜的位置 鼓励客人加辣椒油 咱们同胞都知道去加 但是日本客人可能需要去引导 跟套餐一起点的 小份羊肉抓饭 绝了 冲吃饭我都愿意再来一次 虽然提了一些 我觉得不足的地方 但是这家店 我真觉得他们可以做出名堂 我注意到这么几个细节 在店里只有我一个客人的时候 两个店员之间 会用日语进行沟通交接 从后面过一下 这些细节 日本客人是肯定会在意 并且有好感的 还有点三时候 跟客人有视线的交流 并且不高于客人视线 能留住人的 绝对不只是味道 我相信他们会越做越好 加油百岁 下次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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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性格好 跳达 这种 性格好 很生意这种 disci ay 这种 酷达 这种 性格好 可控费 摆 这种 量 你可以试着我来的ína